《混乱终爪秩序》第十五日 《沟通的致命伤》 在过去的十天里 我们由不同的角度 去反思关于生命优势这个话题 由耶稣指出我们被许多事 令我们粗心忙碌开始 到了解现今世代许多事的重灾区 团积的心态问题 取捨的困难 还有生命主人的抉择等等 接着我们认识生命内另一种包袱 同时亦是另一种团积 就是情感包袱和心灵枷锁 而导致情感包袱和心灵枷锁产生的原因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亦是忙碌的现代人 严重忽略的一环 这些看不见的包袱和枷锁 和其他物质和非物质的团积都是一样 同样只有真正信靠天主才有出路 亦就是说 如果我们坚信我们是天父的子女 天国的继承者 我们就有来自主耶稣的权柄 有能力对抗和驱逐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去释放包袱和枷锁 但是如果我们是要获得持续的自由 我们就需要改变生活上的习惯和模式 我们在过去的两天里强调过 我们要将生命的重心 重新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上 特别是家人和至亲的关系 这可以阻止魔鬼有机可乘 在我们的关系上布下陷阱 制造更多的包袱和枷锁 魔鬼很喜欢隐藏在生活的细节里 特别是那些看来美好 或者是无关重要的细节里去掩人耳目 所以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 其中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和人沟通的时候的态度和模式 用不适当的态度和模式 和身边的人沟通 对彼此的关系 会造成十分之深远的负面影响 和为双方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 就好像马以大和耶稣的对话里 马以大斥责耶稣说 主 我的妹妹放下我一个人事后 你不介意吗? 麻烦你叫她来帮我吧 马以大以指控的口吻去控诉马利亚 同时也是直指耶稣的不是 充满了批判的态度 这个不是魔鬼一贯煽动我们的做法吗? 由亚当指控厄娃 而厄娃指控蛇开始 贯彻始终 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这种沟通的方法 互相推舍责任 是源于自私或者自我保护的动机 这种透过指控其他人 来证明道理是在自己的做法 是有贬低其他人 来抬举自己的嫌疑 在一些更严重的情况里面 指控者甚至会以贬低其他人的人格 来抬举自己的信誉 这些指控行径 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分别 但同样都是自我中心 和罔顾其他人需要 还有感受的行为 都是主耶稣所斥责的 要防止自己成为指控者 我们是需要学习天父的慈悲 不要去判断其他人 也不要定其他人的罪 如果不是的话 就算我们放多少时间和心血 在人際关系上 都是于事无保 反而弄巧反绝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卸面也就蒙卸面 你们吸也就吸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 连岸带遥 以至爱日的星斗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星斗量 也用什么星斗量给你们 让我们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 以天父慈悲的面容 彼此相待 姓德兰修女 这样说过 如果你判断其他人 你就没有时间 去爱他们 你过去和人沟通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指控人 或者是被指控的经验 结果是怎样的 你有什么感受 没有望 不是 有什么感受 ствие 这真是我的傷衣 收尾 反正 需要 管 your 当你和一些有同理心的人沟通时,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种沟通模式对彼芝的关系有什么益处? 这种沟通模式对彼芝的关系有什么益处? 你和人沟通的习惯和模式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种沟通模式对彼芝的关系有什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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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阿爸父,我衷心感谢你,以不同的关系祝福了我 我为此而感谢赞美你 无论这些关系为我带来是甘甜或是痛苦 我知道都是你容许的 亦都是为了我的益处 求你令我能处以你的目光去看身边的家人和亲友 以及以你的慈悲和同理心去对待身边的人 求你让我弃绝自我中心 逆地而处地了解其他人的需要 让我在不同的关系里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以上的祈祷是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曼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天亦然直到永远 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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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